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黄西老师一样的 正儿八经的 美式脱口秀 我就一上台 朋友们 你们好吗 真可以什么都带了 太过分了 怎么开始干这种事了 还有玩笑 我怎么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来来来来 我最近的生活 我最近回了趟老家 发现我家里的叔叔 舅舅们 都喜欢养一些非常小众的东西 因为他们特别喜欢在脸上养一根毛 这有个大纸是吧 上面有个大长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感觉这根毛就是我们家的石毛 你知道吧 我说我给你剪了吧 他说我这个不能剪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这个叫长寿毛 剪了就会死 我说哦 那我怎么更想剪了 我说你 其实我从小就特别害怕我们这帮亲戚 因为小时候 我家餐桌上要是出现了三个 或者三个以上这样的亲戚 那我就知道 完了 今天八成是要表演个才艺了 我妈是不会放过我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八岁那年的春节 那天我吃饭吃得好好的 我妈突然来了一句 哎 这好 那什么 给大家表演一个才艺吧 我一想 哇 为什么 没有人通知我呀 后来才明白 我妈的这个行为 她的学名叫献祭 要想让年夜饭的气氛达到高潮 就必须献祭一个小孩的所有的尊严 你知道吗 献祭 我能怎么办 我一个祭品 我说那个我也不会什么的 给大家跳一段广播体操吧 然后我就站起来 当着十几个不太熟的亲戚人 一 二 三 家伙亲戚看我表情就都是 你想好啊 你要不你来歇一会吧 还是让你那个小妹 给大家表演一个才艺吧 我就想我小妹比我都小 她都不愿意什么 愿意演保健操吗 只见我小妹 优雅地站起身 打开了钢琴盖 演奏了一首卡农 卡农 我广播体操 她卡农你知道吗 我当然就这么不明白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公平那场比赛 为什么用乐器 你知道吗 然后我妈就带我去报了一个兴趣班 然后就学习快板 不是因为我们家热爱曲艺啊 纯粹这个东西方便展示 你知道吗 我说妈大年三十年夜饭 我在这打快板 是不是有点像要饭的 我妈说没有关系 气势上不能输 之后的春节我就很忙碌了 因为我妈会带着我 去各个亲戚家去巡演 你知道吗 我的时候还有感场 我真的说那条时间 我收压岁钱 我根本不含糊 我觉得根本就不是压岁钱 这个叫为内容付费 你知道吗 我出卖尊严 你收获快乐 但我不知道我妈怎么回事 就一有亲戚给我塞红包 我妈就出来跟人家撕吧 妈就出来 跟李淡似的你知道吧 有的时候她撕不到鸡类的时候 她特别像是一个 在菜市场跟人吵架的rapper 正常rapper前头是这样的 正常rapper是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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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是 哎 哎 哎 你不要给孩子钱 你给钱干什么 你给孩子钱 他不能要你钱 我这么好现在 有的时候他们撕不及了 你根本听不懂 他们在说些什么 给孩子给孩子给 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就吵起来了 有的时候我妈为了撕吧 不要你的钱啊 甚至还会对你恶语相向 真的 去年我记得过年的时候 我三舅给我包了个红包 三舅说 来 小舅来 三舅给你包 不对 三舅是这样的 来 小舅来 三舅给你包个大红包 这时候我妈突然就过来了 哎 哎 你个老光棍 你刚离婚又没有工作 你给什么钱 你给钱 三舅一听 给孩子又不是给你的 给孩子给孩子 我孩子考进号 你孩子啥也没考上 你给什么钱 你给钱 大过年的不是喜情吗 喜情你家狗都死了 你还给他喜情吗 大年三十的晚上 我三舅为了给我五百块钱 蹲那儿哭了一宿 你知道吗 长手毛都哭掉了 你知道吗 后来长大我才明白 我妈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她就是刀子嘴 电巨星 她就是 刀子嘴 电巨星 我妈就是大逆灭亲 大逆灭亲 大逆灭亲 还有一个 谢谢大家 我是郭德豪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郭德豪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职场 我真是太讨厌职场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好像人 一进入职场 他的废话就变得特别的多 你们看过公司的微信群吗 只要领导在里面发一条消息 或者发一个链接 下面就一堆废话 是吧 领导发一个链接 下面 说动 鲜花 大拇指 拥抱 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 嘿哈 有病 这帮人发废话的速度太快了 我怀疑这帮人 根本就没有仔细看过 领导发那个链接 他都没有点进去 我特别害怕 有一天 领导在群里发一个 家里亲人对癌症的水滴筹 下面一群人 大拇指 嘿哈 我现在也是职场的老油条了 领导发什么东西 我根本就不看 现在群里 只要一有人发大拇指 我就跟两个大拇指 我就管上 后头发三个大拇指 搭你 整个公司没有人说真话 人人都在发大拇指 这公司的企业文化 就是令人发指 我讨厌职场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的工作 废话也特别的多 我之前的工作 是一个电视台的 节目主持人 主持一档 家喻互想的节目 电视购物 有朋友看过电视购物的吗 有 现在来一些老年的朋友 电视购物废话太多了 我每天就要产品 我说无数句的废话 什么灵者糖 无添加 非而不逆有回甘 现在看到吃 我就入口即化 看到喝到 我就欠你的一心皮 你知道 有一次卖冰淇淋 我一上台 我直接脱口而出 我说哇 这个冰淇淋真的是 入口即化 你早一听都懵了 我说好 你在那扯什么蛋呢 跟他 冰淇淋 他不入口也化呀 化在嘴里什么 感觉快 他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我说化在嘴里 化在嘴里 欠人心皮 可以可以可以 当然其实我也不喜欢 说这些老词 是吧 我也要说一些 年轻人喜欢的形容词 是吧 比如哇 这个冰淇淋真的是 绝绝子 YYDS 但是不行 因为我们电视购物 什么都卖 哪天我卖个圣宝片 您吃完这个 保证您绝绝子 因为节目受众的原因呢 我身边已经没有什么 年轻的女孩了 我身边都是一些 六七十岁的阿姨 那段时间年轻的女生 对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我真想做 中老年妇女心中的 李佳琪 但李佳琪那一套 是没有办法 让阿姨们下单的 是吧 比如李佳琪会说什么 李佳琪会说 Oh my God 是吧 我就不能用 因为阿姨 听不懂 我就给翻译了一下 每一次我想表达感叹的时候 我就会说 我得给你啊嘞 我的个亲娘 李佳琪还说宝宝们 宝宝们 我也不行 我的宝宝都快四世同堂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李佳琪 是Oh my God 我的宝宝们 我是我的个娘 我的老baby 可能有朋友会纳闷 为什么电视购物都这么得浮夸 很简单 卖不出去商品 我们就只能开始演小品 记得有一次 我们卖了个眼霜 号称一次提拉 面容瞬间紧致 皱纹立刻消失 为了证明真实性呢 我们请看了一位 青春亮丽的模特 这个模特呢 是个六十多岁的阿姨 我大胆在旁边 来朋友们看一下啊 阿姨脸上这不是有皱纹吗 我们只要用这个眼霜啊 轻轻地这么一提拉 这个阿姨瞬间心领神会 我当时想霍 就是穿剧变脸了 就是 阿姨我发现不对啊 就算你眼睛瞪得再大 你也会累啊 是吧 那怎么能保持得这么持久呢 我就上去摸了一下 我发现他抹的 根本就不是眼霜 他是为了节目效果 在阿姨脸上 抹了半瓶胶水 我说那你这谁提拉 谁紧致啊 是吧 杀皮狗一提拉 柴犬 是吧 呦呦呦 曾义一提拉 曾义渴啊 云月的尾巴溜下来 弹总说 我也想提拉一下 来李弹一提拉 不提也罢 不提也罢 节目真正四十分钟 那个阿姨他们一直被沾 沾得跟个门神似的 全成谁的小眼睛 没有看老师 什么 当时我就说不了 当时电视直播 我差点笑出声 什么 那个旁边那个搭档 还问我呢 过程豪 你就说这个脸霜 年轻不年轻 我说轻不轻 我说不知道 但年是真的年 谢谢大家 我是郭大豪 谢谢 你叫邱瑞 我喜欢互兰这一号 我喜欢邱瑞 我也觉得邱瑞好 好的 我们来公布票数 一百 就出了 就差一点啊 我们首先恭喜互兰189票 晋级上位区 邱瑞晋级下位区 恭喜 恭喜 175的状态 现在看见特别的稳定 然后他会有创作能力 你只要具备这两点 你就能走得很远 忽兰就不要讲了 他就是就是 无论是气场 把控这个节奏 今年 我认为 有可能是冠军 忽兰老师 比赛比到现在感觉如何 感觉自己一直想着 怎么往前进 往前冲 我觉得我需要多静下来思考 调整一下 往前进不好吗 不是不是 就有时候啊 一直想着怎么往前冲 特别容易迷失 容易失去判断 所以啊 我觉得有时候就要学学退 要不人家怎么说以退为进呢 以前啊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退 那现在呢 现在想咋退就咋退 瓜子二手车升级了全新购车方式 试开七天不满意免费退 下单直接送上门 这体验贼棒 你给我的压力也太大 真的 那么展豪 就要回电视购物上班 不是 就要离开我们这个舞台了 说两句 我觉得我还是职场经验比较少 就是败给了两位前辈啊 我觉得还行 没有那么难过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关注一下 我们这些老演员忽兰之类的 因为 我四年前我上过退为大会 当时我在上大一 然后我回来之后 毕业之后回来发现 就是新人越来越多 但老演员的身体却越来越不好 所以这种情况 应该购买什么产品呢 反正不说 反正明天我还会来的 没有关系 你必须要来 展豪明年再见 谢谢你 谢谢 我确实还是要努力 没有关系 我再努力个三年五年 大概可能岁数 还会比他们小一些吧 就是年轻的优势 我可以进步 23岁你明天不来 你干啥 他才23啊 我才26 你才26 26太大了